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量子到底是什么 那么量子产业到底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那么在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来宾呢 就是我们DG Times的分析师陈陈飞 陈飞好 好 英文姐 大家午安 好 大家要听到讲量子的时候好可怕 结果费宏说不用怕 因为他昨天跟你讲的时候他听得懂 你在讲量子的时候大家不会很害怕吗 刚开始其实我也蛮害怕的 但是我觉得我有观察到为什么大家都很害怕 但是目前产业里面好像大家都有或多或多有一些布局 所以我想一定有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所以我想说就把它这边整理出来 让大家有一点点概念之后 其实以后碰到量子不会那么害怕 那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什么是量子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量子的运算呢 其实大家如果长期关注这个半导体领域的话 其实都会听过一个名词叫摩尔定律 半导体 对对对对 它每隔两年的时候 其实它的运算效能其实是会加倍的 但是因为大家也会听到像台积电 他们现在开始在研发这种什么三奈尼 亚埃尼这些技术 其实意思就是说它的电晶体的size其实已经越来越小 所以在小到不能小的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它就已经碰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 那其实整个产业整个半导体产业 其实都在想办法去可服这个问题 那其实产业另外一方面也有在想说 那如果真的碰到极限有没有什么可能的解放 那其实量子运算就是其中一个解放 所以大家对它关注度就越来越高了 所以它是像我们的运算的效能会更好 对不对 对对对 它就是它的特色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运算非常快 那另外就是我们量子运算跟我们的电脑运算 电脑已经够快了 对不对 我们认为了电脑就已经很快了 然后量子运算会比它又再快很多吗 是啊 我现在解释一下什么是传统运算 让大家复习一下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传统的电脑运算 它其实最主要的这个资料形态 就是零跟一 就是你想像那个电灯的开关 只有开跟关嘛 就是零跟一而已 那其实用这种资料的架构 这种形态去发展出来 像我们的电脑 我们的笔电 我们的server 我们的手机 或者是穿戴式装置 它里面的资料形态都是零跟一 可是量子力学 它所发展出来的这种量子运算 它的量子这个数据的形态就更多 你可以想象就是在传统的那个收音机上面 就是有一个音量的旋钮嘛 就是你转到底就是比较小声 然后转到底又另外一个方向又变得比较大声 其实它中间有无数种可能 一个无数种的状态 这些状态其实都可以拿来做储存这个数据 所以就可以叫做零跟一之间 在量子的领域里面 其实它可以记录非常多种不同的资讯 所以它的运算是同一个物理空间里面 它其实是可以承载的这个资讯量就更多元 所以它在同样的时间之内就可以 记载更多资料 然后运算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数据量 那我举个例子 大家可能还是很难想象 到底有多快对不对 Google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它有发表一个成果 就是说它的量子电脑 可以在200秒之内算完 用传统电脑运算做出来 这种超级电脑需要一万年 才能够算出来的任务 很难想象的数据对不对 很难想象耶 对啊 所以它其实就是标榜 它可以用在一个 它的这个逻辑运算正常的情形下 其实它可以运算了解 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传统的电脑运算是0跟1 那0跟1之间 其实有很多维系的 这个算是量子单位吗 对 那这个当中呢 就还可以再衍生出来 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资讯 然后可以去做运算 是这样子啊 是 就在它中间可以存的资料量 就不会只有0跟1而已 有各种可能 那加上我们可能会有听过量子叠加 量子纠缠那种跟弦的名字 所以它这些特性把它综合起来 其实它同一个周期里面 可以运算的数据量 其实是很大的 你看我们现在才在讨论 可是你刚刚讲说 Google它是2019年 那这样子的话 几年前耶 现在2021了 是啊 所以都是一直有在推进 其实像这些大厂 他们陆续都已经有一些 他们的进度其实都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可能都想说 好像离我们很遥远 可是他们其实都已经陆续 有一些上转的应用出来了 所以就表示说 其实这个量子 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完全搞懂的时候 其实大厂这个手都已经慢慢的伸出来了 大家开始好像或多或早 已经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还没有那么紧接到这样子而已 不过听你这样讲之后 你看我们之前都讲什么AI人工智慧 对他要变聪明 他要自己能够学习 我想这样的一个方式就需要量子了 对因为如果我们想到说 运算效能要很快 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就会直接联想到说 那AI的应用是不是要越快越好 要算得越快 你的预设效果才会越好 可是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半导体的运算效能 它可能快要碰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希望说 用这个量子运算来延伸这个运算的效能 所以这可能大家也会想问到 就是说它到底量子我们的运行这么多 它到底会不会取代我们现在的 这个传统的电脑运算 其实我们这样读这些资料下来 其实我们发现它是不会的 因为第一个是传统电脑运算 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了 它其实已经在我们全世界地球上 已经有这么好的基础 所以要被量子取代的可能性 其实是非常低 再来是量子的运算的能力 其实它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 它只有在一个特定的逻辑底下 它可以算得非常的快 所以它就可以来补强 我们在传统电脑运算里面 不足的部分 就把这种需要算很快很快的地方 就交给量子去做 所以这个就是发挥它的强项 对吧 所以目前它在量子的领域里面 最直接可能最明显的应用 就是去延伸AI的运算的效能 那待会我们想要知道 就是说量子运算的话 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之前我们有看过 就是说有很多 不管是基因的问题 药物的研究 或诈骗集团 也会用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听我们的听众朋友 到目前为止 你听得懂吗 你上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 陈北这样讲 我是听得懂的 我是听得懂的 我完全能够听得懂 我不想要听到 门门听得懂 跟我们回馈一下 然后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不好 你不要挂电话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 这个量子运算 跟量子的产业 那么在我们今天线上 连线的来宾呢 是我们DigiTimes的分析师 陈陈飞 陈飞你的口条真的很好 而且讲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听众朋友说 听得懂 太好了 对对对 真的你讲得很清楚 不过有人说 他有看过黄金勇的书 所以他听得懂 你要跟老板讲一下 是啊是啊 我上次通告社长 跟他聊一下 那量子运算 他有没有在生活上的运用 会让我们更清楚一点 比方说诈骗集团 金融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运用的 可不可以让我们有一些 想象的空间 对那我们刚刚这样聊过来 其实大家有一点概念 就是因为量子 它的优点 跟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算得超级快 对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 整个所有的产业里面 需要算超级快的 我们都会交给像是HPC 或是那种AI server 他们就是算很快的 这种伺服器去运作 对那它里面 但还有一些东西 其实还是要算很久 比如说现在我们会碰到 像COVID的关系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药物 关注度都很高 所以在药物研发这方面 其实这个也是这几年 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如果说是把这种比较 特定要需要算很快的 这个部分 就交给这个量子去帮忙 所以我们药物研发 是不是进度上 就会更快了呢 因为我们在读过 就是有一些量子 这些有做这些量子技术研究 这些公司 他们其实现在比较明显的客户 都是药物相关药厂方面的 这些研究 就可以去把这个部分 交给量子运算 量子电脑去做进行 那包括它的那个药物以外 就像基因研究 也是其中一部分 那另外刚刚一文姐提到的 这种金融方面呢 就像交易的风险评估 或者是说诈骗 这种比较资安方面的 这些研究 这些预测 其实它也可以把这些 比较复杂的部分 交给量子去运算 那当然还有更高层级的 比如说像 我们现在有观察到 其实蛮多的国家 像中国美国或者日本 其实他们都把这个量子运算 当做一个国家的发展的战略 它已经到国家层级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一下 它会不会就是在国防的应用 或是军事应用 甚至太空的应用 这些运算上面 如果需要很高速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交给 这个量子来运算这样子 因为当大量的资讯 海量的资讯 然后需要快速的去 抓出一个 这个主要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量子的运算 就会很重要了 对 比如说像后来还有一些 在量子领域里面 还会有像量子通讯 或是量子密码学 它都是用量子的原理去做 其实这方面都会 可能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它其实或多或少 都会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 其实都会有一些影响 说实在 那个诈骗集团这么多 然后就这么狡猾 对不对 然后现在也要可以收集一些资讯 就把它们通通抓起来吗 对 但是我知道银行端 他们会怎么做呢 他们是 比如说他们收到一笔交易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 因为运算去警觉到说 这笔交易是异常的 异常是说 跟这个原本这个用户 他在用的时候 的使用频率有点不一样 可是他要去比对 那个之前的这些诈骗的 这些行为里面 是不是有一致 这时候他如果发现 真的是有异常 他马上就可以警讯去 停止支付 或者是通知用户 所以其实在这个 在银行里面 现在有蛮多的AI应用 就是透过这个 那如果说还要能够 再更早去察觉 他还透过需要 更大量的数据的分析 去做预测的话 其实这部分就可以 让量子来帮忙 比方说他的交易习行 对不对 习惯 他可能半年操作一次的 忽然现在密集在操作了 或者是说地点很奇怪 比如说我人在台湾 可是交易地点 可能在欧洲 因为他就觉得 这个地点就不对 所以他们也会去查 有时候也不是 因为我们刷卡的地点 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往国外广购 但是他会发现 这个地点 或者是行为异常的时候 都要能够判断出来 所以这个都要 又快又准 这种事情就可以 如果在逻辑正确的 现在就可以叫量子帮忙 这样子 对不然的话 你看现在忽然有 这个长辈 然后到邮局 或银行去领钱的时候 都要有李专自己来判断 说阿伯你这边做什么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领30万 对可能就要了解一下 你知道吗 阿伯你为什么要领这个钱 然后他想说 我要去救一个爱人 就知道是网路诈骗 其实这种都是一些行为上的判断 那当然这就是要透过数据上的累计 然后才能够去侦测这个异常地方 所以这也刚刚跟我们讲过 就是说这也是延伸AI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它其实就是因为AI现在需要 大量的数据运算 去训练那个模型 或者去做预测 所以它这个数据量 其实都会越来越大 以后只是为了精准 一定会越来越大的需求 所以这个数据量 这边它在可以把它当作 就是在量子领域里面发展里面 AI的应用的延伸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需求 那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 不同的高速运算的需求出来 比如说现在因为AI这边 算是比较明确的刚需 那感觉上量子运算 虽然就是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你刚刚讲金融 或者是说你看我们现在打疫苗 药物研究或者国防 这根本没有直接 但间接还是有关系的啊 是 对啊 还是会有关系 那就是大家一口就问说 那它到底什么时候 会让大家都用得到 但是其实它没有 它还没有办法那么快 因为其实如果它有看到 偶尔会听到一些 就是量子电脑的讯息更新出来 就是说某某实验室 对 因为量子电脑 它必须要工作在很低的温度 那有多低呢 这分子要不要猜一下 零下30度 没有 它要零下200多吨 就是我们也没办法想象的温度 所以它其实是 它都是要必须在那个 很特别的这个工作的环境 像前一年去年 去年跟前年我都来跟韵芬姐 分享我们在事业的观察 那时候我就 常常都会经过IPM 它有展示一个量子电脑 放在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玻璃杵状里面 那我现在开始研究量子之后 我就想到那个画面 它为什么会被高高站上的 放在一个很高贵的展示间里面 就觉得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 就是必须要放在一个非常稳定 然后非常低温 然后没有收到什么干扰的环境 底下再去工作 但是现在讲起来好像说 它好像还是在实验用途 但是其实因为全世界 现在有蛮多的厂商 已经投入这个 做这个量子电脑的研究的开发 所以它慢慢的也开始 有一些商用的这些应用出来了 比如说像刚刚我提到的IBM 我们刚刚又提到的Google 还有像微软 他们其实都有投入 做这个量子电脑的研究 那甚至 你怎么不见呢 好可能断线了 我们要待会跟大家来连线一下 待会跟大家连线一下 不过我们待会一路就聊到了 那个量子的一个状况了 那量子状况 当然是一个运算力的一个延伸 那我唯一想到就是AI的一个运用 就没想到还有药物 基因的一个延续 那另外还有就是 那个交易的一个密码 还有就是我们国防 通讯 那个部分 那这个都是未来 这个量子的技术 可以持续的一些发展 那待会我们会来聊一聊 待会我们会来聊一聊 因为这工作这么低温 工作这么低温 刚讲零下200多度 我还想说零下30度 零下30度 那那个等这个 待会我们再连线 待会我们等两点好了 等我们等两点 因为低温 低温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谁在那边工作啊 那我要穿多少衣服啊 那这个量子的人才 要怎么找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 那刚刚陈飞有讲到了 就是有一些商业化了 我们也很想问问看 台湾的机会 那么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好这里是阿来Radio中 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节目现场了 那么我们刚刚连线的就是我们DigiTimes的分析师 陈陈陈飞 那么一路跟大家来聊聊电子运算 待会就会跟大家来聊一下电子量子产业了 那我们现在先看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目前的一个记者会了 台北还是有新增10例 这是最多的 那新北呢 是有这个有 总共是有17例 总共是有17例确诊的 新北确诊的案例已经降到两例了 这看起来是往好的方向一起来发展 那另外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有在讲要密切关注各国这个Delta疫情的一个发展的状况 好我们要来持续来聊一下 我们的量子量子的运算跟量子的产业了 那我们线上的就是我们DigiTimes的分析师陈陈飞 陈飞好 嗨大家午安 那我们刚跟大家聊过 就量子的运算在零下200多度 那真的是有点恐怖 那谁敢跟这个电脑一起工作 对不对 那人才的问题呢 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在零下200多度生活 其实它应该是只有那个电脑被钉起来而已 一般的人应该还是在外围这样子 对啊 而且因为这些电脑 这量子电脑 它要放在这种很稀少的这些实验室里面 但其实因为现在网路非常发达 所以其实也不见得说 一定要在这个电脑旁边才能够工作 就是我们 因为你透过网路存取的方式 你可以去连到 像台湾现在就有 台大这边有很多的研究团队 其实都是连线到美国的IBM量子电脑 去做运算 去做一些开发 所以其实 即使这些量子电脑 不要放在一个高贵的环境里面 但是因为网路现在发达了 所以它其实可以把 他们要运算的这些任务 交给这些量子运算的实验室 去帮忙执行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懂到的 那像台湾 这高科技人才 当然非常的多 可是对于像量子运算 这样的一个技术 不管是软硬体的人才 你的评估呢 我们的人才多吗 目前还是比较少的 还是比较少 对啊 因为量子还算是说 在世界各国来讲 还是一个算是一个 比较前瞻的技术 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 不确定性 因为像之前我们听过 这个台大的教授 在演讲的时候 他就有提到 他就说 其实因为量子 现在要克服 还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 超级低温这件事情 就会造成他量产上 一个很大的障碍 那再来就是 他的这个 整个开发的过程 除了这个硬体的平台 要越来越完整以外 就是他的软体的 开发的技术 像他所需要的程式语言 然后他的数据的形态 其实都还要 慢慢的再去堆叠起来 那其实大家会想说 会不会那么快 其实我们这个半导体 整个运算 其实也是花了 几十年的时间 才累积到现在 这种状态 那所以量子运算 要到能够 就是让大家 很容易的去用得到 其实当然 还是要有一段过程 那但是这个累积的过程 就是去把 怎么去把它 用我们现在现有 已经熟悉的 这些科技的技术 再去把这个量子技术 整个做一个整合 这样才可以发挥 双边这个最好的效益 所以目前台湾 应该也是还是要有 越来越多的 这些相关的人才 在关注这样的应用 的发展 虽然我们没有特别 去发展量子电脑 我想台湾应该目前 没有这样的规划 但是因为现在 网路太方便了 只要怎么样能够去点到 这些全世界各地的 这个特殊的实验室 其实应该都还是蛮方便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 特别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才 去关注这样的应用的话 其实我们未来 在量子这个发展上 其实是不会掉队的 那现在看起来 但就是看开发者 你刚刚讲是 IBM Google 那使用者呢 会不会是就是有很多 像这个Amazon 他们会来使用呢 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聊到说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量子运算 一个商转很重要的指标 其实都是这些大型的 公有云平台 像Amazon的AWS 然后微软的Agile 或是Google的自己的 Google云平台 其实他们都陆续的在开通 这种量子运算的服务 而且开始收钱 他们收什么钱 那他提供哪些服务 他就是提供 就是说你要做 这些企业想要用量子运算 来增进自己的 这个运算效能的话 就可以把你的任务 交给这个云平台上面 再去连接到这个量子电脑 去做运算 就是说你不用买量子电脑 电脑对 你可以用它的平台去使用 对 透过这个公有云的平台 去帮你做管理 然后就是帮你做这个 用户上的管理之后 他就帮你连接到 这些实体的量子电脑 然后他就帮你计费 比如说你用了多久 你的这个运算的任务 会不会太复杂 其实这都已经开始 可以有一些收备的机制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蛮初步的这个商转的指标 那因为公有云平台 现在是所有 最新科技汇集的地方 所以他们开始有做了 这个量子的布局 而且已经有商转的 这些轮廓出来的话 其实量子运算已经到了 就是到了可以开始商转的阶段了 可是可以商转的话 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大概都是企业用户危险嘛 对不对 对 都是那种 刚刚我们提到药厂 像Google就之前有发表过 他们跟药厂合作 那可能还有其他的 像是这种车厂 他在做自驾车研究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高速运算 那还有像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都是比较偏向这种 需要大量的数据的运算 高速运算的时候 他们就会可能会考量 开始把这个量子运算 引进来他们自己的企业流程里面 所以你看 未来就会形成 从量子运算 就会形成一个量子产业 对不对 是 因为有供应有需求了嘛 所以他就会开始 中间会慢慢的串起来 就会越来越大 那这些大厂呢 现在要开始做这样的布局 主要也是要把这个 生态系建起来 因为比如说像微软 他就发布了很多的这种 跟量子运算相关的程式语言 然后一些软体方面的 这些技术 那就表示说 越来越多人用的话 越多开发者去用这些技术 其实他的生态系就越来越大 那当学生的时候开始 或是在研究室的时候 他们用了这些 当他们离开这个研究室 进到产业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技术带着走 就会进到这个产业里面去 所以这个产业 就会开始用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微软的产品 微软的量子产品 或是IBM的这些量子产品 其实这就开始 有一些交易就会出现了嘛 所以商业行为 就会在这边发生 所以这个大厂 一开始要做 好像还在刚开始 起步阶段 要这么认真的去推这些 应用这些服务 其实就是为了让 更多的开发者去使用 前期的开发者去使用 然后他这样生态系 才会越来越大 这样用的人越来越多 他当然也会获得市场验证 他的技术就会跑得比较前面 因为当产业的聚落形成之后 那这个产业链就会出现了 可是你刚才也讲过 就这样一路听下来 我觉得他算是一种 有点像这种科技的一个 战略的地位 对不对 国防的 金融的 对不对 那台湾呢 我们都希望就是说 每次聊完这个新的产业之后 我们都想说 那台湾到底在哪里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分到一杯羹 或者是跟上这个潮流 那你现在的观察呢 其实在学界这边 已经有很多的这些投入了 就是像教授啊 或者他们都有研究的团队 其实都已经开始在用 像我们知道 在IBM的官网上面 他就有清楚的指导 所以台湾的台大 已经有跟他们做合作 所以在研究团队里面 其实有越来越多人 去使用会用量子电脑 或者是去使用这些量子技术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只要会用以后 就可以去发展这些 以后有些应用 就可以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不见得我们要有 自己的量子电脑 但是我们要有 相关的人才会去用 那会去用这件事情 我们就有办法去发展 我们可能会所需的量子应用 那当然未来如果有机会 我们可能在我们的 科技的这些战略里面 也会把它列进去 那就表示说我们其实 量子应用 我们已经有很明确的用途 开始要用在 去增强我们原本的 这些科技领域的 这些强化 或者是说 在国防方面的应用 其实这些都是 未来如果加到 我们的战略里面 科技发展的这些 规划里面的话 其实量子 人才如果已经 那时候才开始补的话 其实就来不及 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些 在学界里面 已经开始有一些耕耘的话 其实我们希望它可以 越来越扎实 然后越来越 越茁壮这样子 的确啊 因为国际上已经有在发展了 然后慢慢也要商业化了 那台湾当然要找到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你可以不用开发的一个计划 可是你要知道 怎么运用啊 懂了懂了耶 今天终于知道 什么是量子的运算 然后跟我们熟悉的电脑运算 当然不一样 然后更知道的是 电子产业已经在建立当中了 那怎么是 哪些是开发商 哪些是云的平台 然后台湾要怎么样 先能够知道 然后来使用 然后慢慢的建立 这样的一个人才 这很重要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DG Times的分析师 陈陈飞跟大家做 这么清楚的一个分享 谢谢陈飞 谢谢芸芸姐